哈喽 有人在嗎 這裡是大頭皮皮 今天我們要做 香辣肉蟹寶 首先準備三門青蟹三隻 我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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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我幹啥 地上有胃甘水劑 人員行為沒有異常 廚房高度並不致死 所以螃蟹有可能是 潛逃 不對 螃蟹被捆綁 回家路很長 逃跑沒得想 所以 一定有同伙 說 你把螃蟹藏哪兒了 不是我 拍攝前一鬼鬼祟祭的 走進廚房 消失十分之後 褲子也未端水劑 把手給我 海星我已經暴露了 螃蟹就藏在 你的包裡 怎麼那麼 夠吃大餐 我給你們看一下 我這個母蟹有一清二兩 剛才被小型摔了一下 黃摔出來了 不要激烏 太老克蘭了 好可惜 我先用這個刺進去 先把它殺死 啊 演 給蟹搓照 拿 那 然後 咯 oph 好 蝦水汁也开始升温变得火热 蝦都红了 我还是没红 做肉蟹饱我有一个秘诀 放一点火锅底料 味道会更香辣更浓郁 像不像三明治 这火锅料好香 放入姜蒜爆香 放入洋葱小火香和八角 放入火锅底料 它的味道好浓啊 而且辣椒和花椒的味道很重 好香 感觉今天肉蟹饱妥了 比较花开放冰糖 放入鸡酒中 倒点生抽料酒盐调味 加入热水几半小时 哇好香 我还没开盖子呢 那个味道就冲出来了 它牛油和香料的复合香味 实在是太 太香了 再加入土豆虾蟹 蚝油和白胡椒粉 煮上8分钟 底料的香辣醇厚 食材的鲜甜 在这一刻我恋爱了 最后放入灵魂年糕 就完成 开酒啦 我还是不会倒啤酒 哎呀 酿啤酒的技术好啊 倒啤酒的技术差真的是丢脸哦 看一杯啤酒半杯泡 你们猜我吃第一口会吃什么 猜一下猜一下 那必然是年糕啊 来请你们先吃第一口 哇 又软又弹 它年糕好修哦 今天这个料真的很棒 又浓郁又香 我又想起我的经典台词了 麻辣鲜香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它虽然辣 但它一点都不燥 吃起来是非常柔润的重口味 啊 土豆 化掉了 完全是土豆粉分 好甜香 我今天用的好人家的火锅底料 我觉得它妙就妙在 把肉蟹饱做出的那种 麻辣鲜香的川味 我感觉真的是非常适合搭这种海鲜 你看我用淀粉把它封在里面炸的 它的黄非常完整 看得到吗 吃到了吗 我先吃一口啊 好鲜甜 我感觉它那个黄啊 就在嘴巴里面散开 它外面是非常厉害的 重口味的调料 但它里面的那个味道 还是很天然 我今天买了三只螃蟹 都是一斤以上的 它这个底料的油特别香 就是有回味的那种香 就它这个粒粒里面 都全部是那个汤汁 螃蟹怎么那么好吃 而且我今天这个螃蟹 又很新鲜 现沙的 醉过醉过 这鸡爪是先入锅的 现在炖的 好趴好入味 你就感觉它是那种 嫩嫩弹弹的胶脂 因为加这个火锅底料 所以其他的材料 都可以用的很简单 它火锅底料里面 该有的多半酱呀 香料啊那些 尤其是花椒和辣椒 已经足够了 所以做起菜来就很简单 大钳子来吃大口的 天啊 大钳子太满足了 这个里面有蟹黄的壳 我就先想用的话 各位 它现在是我的定制面碗 我煮了面 天老爷啊 天老爷啊 我们死权人对低料的 最大姐妹就是这个 堂堂溃 来来下点面 那不就是蟹黄面了吗 感觉煮点什么超手啊 也很赞 嗯 满足了 哇 今天真的超级满足 我今天做的肉蟹堡 用的好人家火锅底料 我跟你们说 强力推荐给你们 因为它什么都能做 在我们家就是非常 必备的常用调料 因为它可以拿来做火锅 做干锅 还可以做我今天的肉蟹堡 如果是你一个人呢 你用一点点来做个冒菜 面条或煮个粉 都很赞 推荐给大家 OK 今天视频就是这样 如果你喜欢PP 如果你喜欢PP 今天做的肉蟹堡 记得一定要给我 转发评论和点赞咯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我的酒也很赞